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天气真的是非常地炎热 然后到傍晚的时候可能就会下一些雨 这种交替的天气好像特别容易惹来蚊虫 没错了 冷热交替又下雨 然后又旱季的话特别容易因为有积水的问题 所以就帮助了这个黑斑纹的滋长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好好地聊一下 了解这个黑斑纹以及如何预防 来看今天的大主题 作为这代国家的马来西亚 蚊子 苍蝇随处可见 尤其是黑斑纹的滋长 让骨痛热症成为了我国常见的疾病之一 常年累月带走了无数国人的生命 不禁让人感到惋惜 多年来政府也在不断推广杜绝黑斑纹滋生的方法 呼吁国民关注环境卫生与健康安全 但是收效微乎其微 骨痛热症病例依旧不断发生 黑斑纹不如普通蚊子般脆弱 它们顽强的生命力 甚至堪比人见人海的蟑螂 小小的蚊子对人类的危害却这么大 究竟我们该如何预防黑斑纹的滋生 不让骨痛热症再度侵蚀我们的健康 若是不幸患上骨痛热症又该怎么做 今天就让我们随着活力交战 一起了解骨痛热症 尤其是在这样的季节 闻黑斑纹变色 所以小心黑斑纹就在你左右 我们尤其是要非常注意我们的环境 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课题 我们首先欢迎家庭医生崔药好 崔医生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观众好 是 那崔医生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那通常其实现在根据马来西亚的话 我们现在的整个骨痛热症的病例 是不是不断地在节节盘上了 其实跟同期相比的话 它确实是比较高的 那么如果你说从我的诊所上来看 其实最近也发现到比较多的这样的病例 大概它的数据是怎么样呢 我没有具体的数据 但是如果根据马来西亚的 那个第13周期的流行病学的数据来相比的话 我们截至目前大概有44,144中 比同期增加了1万5千多中 而且我们看到它的死亡人数也是增加了 是的 这个死亡人数同时也是增加的 大概原因是在哪里呢 我可以这样子简单地分析 可能是因为大家忽视了 或者大家轻敌了 毕竟现在网络医生 大家有什么病毒自己治疗 这个还是比较普遍的 那通常我们想到骨痛热症的话 就会和黑斑蚊就直接联想在一起 是的 骨痛热症一定只有黑斑蚊是引发出来的 是的 只有黑斑蚊 这样它所传播的这个病毒呢 是有分很多种呢 还是只有一种 我或者我纠正一下 应该是说有感染的黑斑蚊 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如果今天黑斑蚊 我有骨痛热症 那个黑斑蚊钉了我 那么在钉别人 那个人就会中草了 但是比方说我是没有骨痛热症的 那个黑斑蚊是干净的 它钉我 再钉另外一个人不会有 是要有带病毒的黑斑蚊 才可以感染给下一个人 那么我们说在我们的研究上 我们发现到有四个类型 Den 1 Den 2 Den 3 Den 4 就比较容易了 1 2 3 4 但是这个我觉得更加多的是一个 研究型的一个意义 在我们临床上的这个意义并不是很大 就是说没有说Den 1比Den 2比较严重 或者是彼此之间的那些症状也不一样 对 其实它的症状基本上都大同小于的 但是它没有 就是我们所谓的优越性 就是没有说哪一个种类 比哪一个种类更加的严重 或是比较轻 这个就没有统计学的差异 了解 那如果这样子我们来看的话 因为有分这四种 就好比好像冠病这样子 好像我们的那个病毒的话 可能我中了这个病毒 那可能我也会中到另外一种病毒 那黑斑纹的情况也是一样 就是我可能四种 但是可能1 2 3 4我都会中到 对 你1 2 3 4都会中 中了之后还会再来中多一次 真的 我们人体不会有这个自身的免疫力 抵抗的 有的 我们说它是有的 大概是三个月到一年了 两年左右了 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但是如果你问我的话 最重要还是看个体了 因为我曾经临床上有病人 就是年头中了 年尾又在中 这样有没有可能一个病人 他当下是Den 1 可是同时期可能隔两天 我又中Den 4 会重叠吗 对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暂时我还没看见 这个我也不太好说 因为我看到的 因为我们说要去分行Den 1 Den 2 Den 3 Den 4 一般上我们都会抽了血 然后拿去做相关的研究 就好像其实刚才主持人的这个问题 就好像有一点的 就是说今天我中了COVID的Omicron 我会不会同时又在中Delda病毒 那这个东西 我们一般上是我们临床上 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病人是中了Den 2 那么中了Den 2 之后我们会拿他的血 然后去做研究 看他是中了哪一个类型 那如果比方说 像刚才主持人的问题 就是他是已经可能是出院了 或者是恢复了 但是又Den 2 又再回来 那这个就很有 很有那个研究的意义了 就是我们可能又会再抽他的血 再看这两个亚型是不是一样 或者是他其实还没有痊愈 了解 好 那我们这样子来理解好了 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话 那我们中了这个骨痛热症 那通常我们人会有怎么样的一些症状会产生 还是每一个Den它其实都不一样 其实大同小异一开始都是发烧 然后骨头痛 然后肌肉酸痛 恶心 或者是我们说那个胃口比较不好 基本上都是这一些症状 人比较累之类的 头痛 眼眶痛 甚至可能会有一点恶心 呕吐这些都会有 因为我们就是有这个骨痛热症 它可以很危险到 就是危害到我们性命 所以什么症状之下 会有那种性命的危险 性命危险 如果你问我的话 当然我们卫生部有一个叫做 Warning Sign 比方说它伴有恶心 伴有呕吐 或者是伴有出血的症状 所谓的出血症状就是 比方说我们早上刷牙的时候 有吐血 或者是牙龈 那个白白的东西有出血 那我们就要格外地小心 如果伴有发烧的话 那么这种情况一般上都会去医院 或者是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当然如果你说比较严重的病发症 比方说我们说的呼吸系统 或者是消化系统 心血管系统 这些都会有相应的临床表现 主要的就是因为我们说的 那个血浆胜出 Plasma leakage 那么这种Plasma leakage 加上血小板下降的话 它可能就是从头到脚都会出血 那么比方说头脑就会有脑出血 引起的一系列症状 或者是 我们的丈夫也会出血 对 消化到出血 肺出血 心血管的问题 这个就很危险 而会导致致命 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导致那些 各器官衰竭的问题所在 对 这样多多以你的经验 有没有特别罕见的一些案例 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或者是你个人的经验 我觉得我分享 我自己个人的经验会比较好一点 其实我本身也是一个Dengue的患者 那是几年前的事 那个是2017年了 运气很好活过来了 为什么我用这句话呢 其实是这样子的 就是那个时候我就发烧 第一天发烧 那么第一天发烧 医生总共会 想办法自己医自己 其实这个是很不对的 各位 这个非常非常不对 应该怎么样 医生去看医生 对 医生应该要去看医生 但是我当时做错了 我就自己医自己 发烧就吃Panadol了 那么第二天呢 还是发烧 喉咙有点痒痒的不舒服 以为是咽喉咽了 就自己对着镜子查一查 好像是有点扁桃体的肿大 就吃Antibiotic了 那个常见嘛 然后第三天还在发烧 但是我想说 这一个过程里面 我是没有什么骨头痛 然后胃口擦 吐血 什么都没有的 只是一个发烧而已 但是我的太太呢 我太太不是医生 我太太只是一个会计师 但是她就跟我说了 你一定要去验一验 是不是Dengue 我说不可能啦 Dengue 我自己都知道 对啊对啊 我说我在这个行业 我说不可能是Dengue 我还说了一个很严重的话 我说如果是Dengue 我就砍那个头 给你当椅子做 结果在家里 我们很尊重 我们男生 我们男生都很尊重老婆的 所以我就听我老婆的话了 乖乖去医院检查一下 结果一检查 就中招了 两条线 然后就嘴唸唸了 不爽了 就去医院了 老婆我错了 对啊 是类似这样了 然后去到医院 因为大家都是同行 那么同行的医生看到我 你的血小板只有20多人 你会不要进ICU 好低喔 对 他就问我 你会不要进ICU 我说不要啦 开玩笑 我说很吓死耶 我说我自己 对不对 但是后来 后来我是活过来 但是我想跟大家 各位老百姓说 有时候 像我们医生 有时候自己 可能我自己啦 我自己都会误诊 更何况你们 对吧 所以生病还是要乖乖的 真的要乖乖的去看医生 不要说好像发热器啦 这是我最常听到我的 病人们跟我说的 发热器啦 水喝不够啦 是五十两次一些 退烧药就没事啦 还是感冒药啊 对啊 真的不要自己自行做医生 因为自行做医生 当然你医好了 没有问题 你是非常好的 个体啦 但是如果你医不好 或者是变得一个 比较严重的情况 到时候我们没有后悔药 可是房间呢 就流传一个秘方呢 就是说 喝那个木瓜叶汁 对 还有螃蟹 什么螃蟹啦 木瓜叶啦 西瓜水啦等等 这些我都尝试过的 但是各位 如果你问我话 因为我自己当时 中Nangie的时候 我不瞒你们 我有喝过木瓜叶汁 但是这个喝了 这个木瓜叶汁 我是给当时的 主治医生骂的狗头啊 为什么呢 因为木瓜叶汁首先 我很感谢我的妈妈 因为我妈妈 好不容易去找了 那个木瓜叶去熬 然后去种什么 变成一罐 好像鸡精罐 这样的一个木瓜叶汁 给我喝 但是各位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喝过 在正常的情况底下 你喝的话 这个是非常非常苦的 不是一般人能够接受的 那么你喝了之后 你不是会呕吗 我当时喝了之后 我就不停地在呕 那么我们Nangie里面 我们有一个 warning sign 就是一个比较警惕的 就是发烧半有呕吐 这个是很严重的 所以当时候我们就 我就喝了这个 因为不想辜负妈妈的 一番心思 我就喝了 喝了我就不停 在那个病床上面 不停地呕 其实是很危险的 对 所以医生就以为 我很严重 要推我进ICU了 但其实我就跟他说 我刚才喝了这个木瓜叶汁 然后就给医生骂了 因为我就制造了 一个临床假象 究竟这个是一个 我的喝了木瓜叶汁 导致的呕吐 还是因为我身体 里头的症状而反映出来 对 所以真的很危险 斑袋斑袋 是的 我们这里 有一个观众 观众问题 手机尾号是2989 他就说 刚才有说到吗 就是我们可能气关 可能会出血 我们的脑会出血 那如果是精气的女生 在精气的女生 如果是患有 这个骨痛热症的话 应该怎么办呢 应该怎么办 如果我的话 因为我可能比较保守 在有发烧的时候 就是confirm 肯定是诊断了骨痛热症 半有出血 这个就是warning sign 如果是我的话 我一定会让病人入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知道 这个精气的出血量 因为有时候我们问 女同志 女同志她可能会跟我说 跟之前差不多 但实际上她比之前 出的血更多了 可能她自己不了解 那么当她比自己 如果她出的血 比之前更多的话 那么这个就是很危险了 因为她精气可以出血 别的地方也难免可能会出血 所以我会比较保守 因为dengue死亡 还是比较不能够被接受的 其实这个骨痛热症 有没有什么 骨痛热症 有没有后遗症 有的 关键就是如果你看 你中的是哪个型 如果你是轻型的 骨痛热症的话 一般上不留后遗症的 就是喝点液体 补补水 就是进医院输液 基本上就解决了 但是如果比方说 比较严重的 就是我们说的初学 或者是休克 肯定有问题 OK 伴随着可能之后 可能就会有一些 更严重的并发症 对 引发 好 了解 所以大家真的不能够 掉以轻心 真的有什么事情 要及时就应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医生跟我们分享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大家 好 那来到这里 我们也关注一下 驱蚊的一些植物 有哪些 驱蚊的植物 万寿菊 万寿菊 别称为臭芙蓉 为菊科万寿菊鼠的植物 原产于墨西哥 万寿菊有一种冲笔的气味 还具有耐汉 耐急 耐风 耐潮等特性 以致蚊虫不敢接近它 在非洲 有人将万寿菊 垂吊在土著的茅屋下 用以驱赶成群的苍蝇 万寿菊的鲜花中 富含天然的叶黄素 具有抗氧化 强稳定性 无毒害 高安全性等特点 因此是非常安全的 天然驱蚊植物 薄荷 薄荷是纯形科薄荷属植物 广泛分布于东亚 马来西亚 西伯利亚中东部 和北美洲等地区 本草纲目中 记载了薄荷中的薄荷油 和薄荷脑 在热照充足的情况之下 含量较高 叶片会变得肥厚 边反卷下垂 页面有蓝光 会发出特有的强烈香气 这类香气对于人体来说 具有提神醒脑的功效 但对于蚊虫而言 使它们难以忍受的气息 薄荷因此具备了驱蚊的效果 若是把薄荷放在通风处 在空气流通加强时 可以更大范围地达到 驱散蚊虫的效果 香叶天竹葵 香叶天竹葵也是驱蚊草 为多年生草本或灌木状植物 原产于非洲南部 喜温暖 湿润和阳光充足的环境 是常见的一种花卉天竹葵 香叶天竹葵的植株 含有挥发性的香气 可以达到驱除蚊虫的效果 此外 它还会散发多种香气 包括了玫瑰 柑橘 薄荷和椰子等 在卧室种植一盆香叶天竹葵 还可以起到净化空气的作用 另外 香叶天竹葵 也常被用于精油的制作 而且因为栽培管理容易 精油产量高 也可作为其他精油产量地的 花卉品种的代替品 来不及报名怎么办 我真的很想跟我的家人一起参加 不要担心 我们听见你们的呼唤了 好生Family第五季 线上招募开始了 这一次连夫妻也能报名参加 没错 把握着最后的机会 不要再错过了 马上扫描荧幕上的二维码报名 截止日期为4月19日 更多详情请浏览八部空间 官方社交媒体 好生Family我家最会唱 没错 八部空间好生Family 第五季现场招募活动 反应是非常非常的热烈 但听说很多人因为无法前往 现场报名而深感遗憾 所以我们特别启动了 线上招募来寻找更多 最会唱的Family 而且这一次夫妻也能够参赛 爱唱的你们一定要把握 这个最后的机会 那在截止日期4月19号之前 上网报名了 更多的报名详情 记得浏览八部空间的官方社交媒体 好生Family我家最会唱 是 那我们继续活力加油站 那今天我们来谈到的就是这个 骨痛热症嘛 那首先我们必须要先来了解的就是这个黑斑蚊 到底是怎么一种昆虫 那我们就可以更有效的和这些黑斑蚊说拜拜了 那来到这个环节呢 我们马上请出的就是医学昆虫系高级研究员 曾志胜博士 博士你好 胜博士你好 你好 好 先来跟我们谈一谈 其实现在的这个骨痛热症好像不断的频密发生 是因为天气的关系吗 对 其实马来西亚应该是说东南亚的天气 都很适合这个黑斑蚊的繁殖 基本上如果黑斑蚊繁殖的话 它们都会说几时什么时候是比较高风险 高风险基本就是我们所谓的雨季过后 在那个雨季和旱季交替的时候 但一下雨过后提供了那个季水 所以就是那个蚊子最好繁殖的时光 但根据研究的话在马来西亚呢 有没有说大概是哪一个月份是它的高风期呢 在以前是有的 但是近来因为那个天花的变 那个global warming 那个天气的变化 所以我们很难推测 现在华人新年也下雨了 对吗 所以以前是大热天 所以现在我们也不好说 所以大家都要记得 如果一下雨连续几天有干天 然后就会发现这个蚊子就开始繁殖了 比较快 比较快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气温越热 蚊子繁殖就越快 就是说原本那个蚊子 它从那个软到那个蚊子 可能它需要一个十天 但是现在因为天气热 它长得更快 它可能只需要七天或者是八天的时间 它就从软变成蚊子了 这么快的时间 也就是说你知道发现到最近的天气 就是这种很热很热 然后傍晚开始下雨 这种季节其实就是最危险的时候 对对对 所以就下雨之后呢 进入这个热的天气 它滋涨特别快嘛 这什么样的一个地方是高 那个黑斑蚊滋涨的地方 它的温床 OK 基本上我们要知道黑斑蚊它很多人都认为有水的地方黑斑蚊就会长 对 寄水 其实不是的 就是说如果你看到有一个池塘它的水是流的 它不能够在那边生长 OK 沟渠有物质的那种那种在餐厅后面 可能咖啡店后面那种有油质的 它也不长 它是很爱干净 它要干净的水源 清澈的水源 OK 所以基本上就是在那些地方你就会找到它 所以下雨过后 在那些瓶瓶罐罐那些寄水的地方 它就会生长 特别是花盆还是这些对不对 宠物饮水处也会 对 可能我们就放了几天的水 它就会在那边长 所以我们要留意那个东西 而且我们看到它的这个黑斑蚊的卵 它是可以存活半年 它生命力那么强 对 它是我们的蚊子大概 在马来西亚我们蚊子大概有三百多种 这么多 很多种蚊子 但是传染的只有那两种 目前两种是特别会传染的黑斑蚊 所以它们的卵一般上都是能够存活很久 就比如说那个卵 它产在那个花盆的那个底盆那边 它就产在那个水瓶线的那个水牙线那边 然后我们通常会把水倒掉 以为已经处理掉了 但是那个卵还黏在那边 然后等雨季来 它没有水也可以 可以 没有水还是可以 它还是活着 等那个水一来 你把它装水的话 只下雨装水 它就马上孵化 它孵化的时间大概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它就能够孵化 变成幽虫了 所以你们一定要 倒了那个水 也是要刷干净那个盆 才可以把它处理掉 因为它会粘粘 粘粘的话 它的存活率可以高达半年 而之后可能不小心业无积水的时候 它就可以 那个就产生了 对 孵化出来了 太可怕了 原来它们生命力很顽强 对 那如果说 我们从早到晚的话 一般上是哪一个时间 特别容易被这个黑斑纹钉到呢 这个也是一个迷思 很多人以为蚊子什么时候都在咬你 都在钉咬你 其实蚊子也是有自己的吃饭时间 它选的是早上六点到九点 还有下午的四点到傍晚的八点钟 这个是它的活跃时间 为什么呀 就是每个蚊子都不一样 所以晚上 其实你们在家里面 晚上九点多十点有蚊子咬你 很多人都是会说 是黑斑纹咬你 不是 那个是酷纹 是不同种类的蚊子 对 所以每个蚊子种类不一样 它的吸血时间是不一样的 可是大家看到那个时间 早上六点到九点 跟下午四点到八点 好像比较低温 OK 基本上它选的那个时间 都是会选空气比较凉爽 潮湿度也比较高 那空气潮湿度比较高 所以基本上 你在蚊子吸血的时间 不一定是在那两个时间 那两个时间是特别活跃 但是如果你在树下乘凉 在停止乘凉 那时候那个温度也比较凉的话 它也是会定咬你 其他时间它也是会定咬你 它其实和人差不多 我们就两个吃饭时间而已嘛 其他时间我们也吃甜点 它也当甜点来吃 那个时间它也照应细血 只是比较少 了解 就是说刚才那两个时段 是属于比较高峰的时间 可是恰好那时间 其实也是我们可能外出会运动 好像花园 走走花园 散步的时间 对 所以你会发觉很多 有时候很多小孩子会被叮咬 会感染蚊症的比较多 其实跑步者也是 所以基本上我们会鼓励跑步 或者是那个时间有波动的人 你要穿长袖或者是长裤 尽量穿那些衣服的 那个颜色比较亮一点点 不要穿这么暗的 暗的会比较吸引蚊子 因为蚊子比较喜欢黑暗是吗 对 而且还有你们会排汗 那个汗的味道也会吸引蚊子 而且身体发出的热量 和你喷出来的水气二氧化碳 也比较多 蚊子也是很容易会找到你 可是这个如果是说自己的身体 可能是属于比较高温的 这个也很难自己去影响自己 那个降温还是什么吧 对 这个是影响不了的 对 而且是女性体温比较高吧 对 相对来说 也不一定 因为很多男生他都喜欢运动 所以也是会有很高的体温 而且因为我们的皮肤 如果你出汗 那个汗就会在皮肤上面 然后但是很容易细菌会占到繁殖 就会发生那个有体臭的味道 那个体的味道也是会吸引蚊子 所以也不一定 但是女生都是香喷喷的 所以也不一定会影响到那个蚊子来 可能是只是你们的热量 身体的热量 但是你讲体味的话 基本上男性会比较高一点 了解 还有一个迷思 其实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我们每次看报道说 就是血型 欧型血好像特别会惹闻 真的是这样子吗 OK 基本上说血型的话 在斯里兰卡 日本 还有马来西亚 我们也是有学者做这种研究 他们都说欧型血能够比较会吸引蚊子来定养 其实 但是我们的卫生部并没有发出任何这种 合适的研究报告 所以我们也不好说 但是毕竟也是有学者也有研究 发表过这样的论文 就一个参考 一个根研究这样子 那想问曾博士 有的人就说我住 比较高的地方 蚊子飞不上去 对 平地的话就比较多蚊子 有这样说法吗 OK 这个刚好我也是做过这种研究 这种研究呢 就是我们以前在不同的楼层 受采集那个蚊子 我们发觉到就算在16楼 那个我们在16楼应该是那个 Hantua的flat 我们在那边收到个蚊子 还是可以收到的 这蚊子它不一定是 它也是很聪明 它跟着你做Lift 这个上去的 它可能不在外面飞上去 因为外面很大风 它可能几层几层这样上 但是高楼还是会有蚊子的 只是数量比较少 你只是相对来说 楼下的1234567层 或者是你看 如果你的 你从家外面看得到那棵树 它也是可以从那边过来 可是比较高的楼层 它的温度会比较低了 也不会 它也可以滋长 也可以滋长 你也是可以 你放一杯水在 就算你住25楼 你放一杯水在你家门前 它也是可以滋长 也有可能是沉暖的 再想问一下曾博士 我们屈蚊应该有很多种方法吧 就好像我们这边看到 灵灵种种的这些产品 各有各的方法 有什么说 特别针对什么蚊子之类的呢 OK 基本上你们所看到的产品 你们在药妆店 或者是supermarket 可以买到的产品 都是经过政府 和洗人的认证的 所以基本上是有效 而且是安全使用的 比方说这些屈蚊贴 这种都是有效的 就是看你要怎样用 就比如说如果repellent 你查的话 如果你会排汗 你要查多几次 又要再测试一下 对 OK 所以基本上repellent 如果你不是很会排汗的话 基本上四个小时 五个小时 它是可以有效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平时很喜欢用的 蚊香和蚊油 是 这个东西你们就要 比较注意了 你们用的时候 可能你们用完了这一瓶 你们要换过一瓶信的 就不能用同一个牌子 我们是鼓励大家用不同的 为什么这样蚊子会免疫吗 对蚊子会免疫 就比如它和人也是一样 我们永远都想到和人是一样的 你很喜欢喝咖啡 你晚上喝咖啡 现在不会睡觉了 你的身体有免疫力 对咖啡 蚊香蚊油也是一样 你时常在用 那个蚊子它就会有抗体 它就会有我们叫所谓的抗药性 它就会抗药 然后它就会不死 你就会喷了 然后你会发觉以前我们小时候 就是家里房间里面喷了 然后蚊子晕倒了 然后过一下子你会来 蚊子不见了 就是抗药性 所以我们就是用完这个 你要换就换别的 对 那这些好像喷在皮肤上的 其实会影响到我们皮肤吗 基本上是不会的 一般是不会 可能你会觉得皮肤会变得比较干 如果是你喷上去 你会发觉那个产品有点凉凉 可能它有一点点酒精 所以就可能皮肤会比较干燥一点点 但是你也不可能每天都用 它就会皮肤会很干燥 如果对婴儿来说呢 对 现在我觉得婴儿已经有一些天然的产品 基本上天然的产品 它就是那个 现在有很多那个橡毛的 橡毛叶 对 橡毛叶的 它是最天然 而且是可以用的 但是这个就好像很多人也是有迷思 我在家中很多橡毛 你没有smash它 没有那个味道 它是没有用的 没有那个味道会发油出来 就只是几颗植物 它也是不会的 而且现在也是有一些精油 也是可以帮助驱蚊的 是 没错 那当然我们就可以选择 我们适合的啦 对 谢谢曾博士 谢谢曾博士 好 我们在进入资讯之前呢 先来看一下蚊子很多的地方 是在哪里呢 蚊子很多的地方 芬兰 芬兰在夏天时温度不高 处于摄氏25至30度之间 正好是最适合蚊子生产繁殖的温度 而且芬兰在绿化方面做得极好 森林覆盖了全国面积的65% 湖泊则是覆盖了10% 因此夏天的芬兰 有75%的国土面积 可以藏内蚊子 以至每年夏天 芬兰都会举办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沙蚊比赛 对点多姆塔村 乌普萨拉大学的研究人员 为了进行一项利用生化技术 消灭蚊子的实验 将补蚊器放置在多姆塔村里 一夜之间捕捉了89500只蚊子 根据该大学人口生物系研究人员 伦德斯特赫姆表示 他在与世界其他地方的研究人员 进行核实后 该数据为目前蚊子聚集数最多的世界纪录 当年的多姆塔村正巧雨量充沛 更是利于蚊虫的滋长 以至于村民们若是不穿上防蚊衣 都不敢出门 新疆哈巴县北湾 新疆阿勒泰地区哈巴县 有一个北湾边防区 驻扎着守卫边界的战事 每当夏季来临时 若是降雨量达到150至200毫米 气温就会逐渐上升 十分适合蚊子的繁殖 此外 北湾边防区旁边还有一条 叫俄尔齐斯的河流 在为当地居民提供水资源的同时 也为蚊虫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 除此之外 在当地出没的蚊子 有的是从哈萨克斯坦飞过来的 还有不同品种之间 互相杂交的蚊子 若是被它们叮咬 不但会搔痒难耐 甚至还会出现小红秋枕 风团群秋枕等不良反应 是的 刚才我们有提到吗 就是市场上我们可以找到一些 趋纹的产品非常的多 但可能我们又很担心 说不知道它的成分还是什么的 会不会伤到我们 所以可能有时候我们会选择比较天然的 那今天来到我们的安心生活方 我们就请来中生 视频科学家来教导我们一个 非常安全性的一个趋纹 是 阿姐好 大家好 所以今天我们要制制的是一个 以咖啡为主的一个趋纹香 是 咖啡渣 所以咖啡渣它是可以有效的趋纹 是 就是有研究发现 就是咖啡渣 就是在经过美国FDA 还有一些就是在印尼的一些研究 就发现咖啡渣当你点燃了之后 它就可以达到一定的趋纹的功效 包括对抗一些其他的昆虫都OK的 OK 可是前提是它一定要点燃 如果我在家里只是单放这个咖啡渣 是没有效的 其实就是它研究发现 就是它那个香气是导致那个昆虫 就是不喜欢这样子 但其实也是OK的 但是因为咖啡渣你放它新鲜的话 你放久了它会发酵 会发霉 因为它有一定的那个水分在那边 所以我们建议就是把它弄干了之后 再把它点燃这样子 OK 所以今天我们要制制这个蚊香 就有这个咖啡渣 然后这个是什么 这是香粉 香粉 是 大家可以搭配比如说其他的一些中草药 比如说艾草等等都OK的 OK 然后这个是 是 这个是南木粉 南木粉就是作为在我们制作香的时候 比如说塔香 线香 卷香等等的时候 都会有的 就是作为那个粘合剂这样子 哦 粘合剂 OK 可是我今天发现你今天选用这个咖啡渣 它是有湿度的 对 对 原因是为什么 是 因为一定要有一点水分 才能够让它更好的就是混合在一起 了解 所以今天我们要把所有的这些材料给混合 对 那一般在做 其实它是跟自香的原理一样 就是你在自香的时候 它也是要需要一点水分 来让所有的东西就是混合在一起 所以今天我们就利用那个咖啡的湿度 OK 好 那今天我们要开始来制作 是 那我们就把我们的咖啡 就需要一个塑料袋 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在我们的那个电子层那边 然后就把它归零了之后 那个比例要算好 对对对 是 主要的是比例 那其实一般我们会使用大概三克左右的那个咖啡粉 OK 就这样子大概有了 OK 三克左右 然后香粉我们就使用大概一克 一克 是 一克 三一 是 一克 对 好的 然后这个南木粉大概就是零点五克就可以了 零点五 OK OK 所以就三一跟零点五克的比例 是 因为南木粉它就比较松散 比较轻一点 所以其实它会在分量上是OK的 好 那之后怎么做 是 就把它就是在袋子里面就是加以这样子混合 揉合在一起 只要给它这样子就可以了 是 是 是 把它揉在一起 就给它搓在一起 对 那如果是你发现那个咖啡可能 因为这已经放置了几天了 如果它实度不够的话呢 你可以适量的加一点水都OK的 噴一点水这样子 然后你看它如果混合均匀的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它拿出来 然后在手里面就是把它揉搓成那个塔形 或者是你要再制作成线形的话也是可以 但一般居家来说的话就是塔形是最最方便的 可是这个有一点烤功夫 因为我发现它还会一直不断地在松脱 这样可能它的水湿润度不够 不够这样子 就是再加一点水当然OK的 OK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你就把它给搓 是 你搓好了之后 就一个塔形的时候呢 你就把它就是静置在一个托盘这样子 然后呢 就是可以把它晾晒大概是 差不多 我很努力了 对 对 对 是 就是你可以尽量啦 就是可能因为那个水分的关系 是 对 对 对 因为我们这个摄影棚里头可能会比较干燥一些 对 对 对 OK 就给它那个 反正你就做一个塔形 是 是 然后就拿去怎么样呢 拿去晒干吗 对 就把它晾晒大概一两天左右 这样就OK啦 哦 晾晒到一两天左右 是 要完全晒得干干的那种 对 然后你就点燃它使用就可以了 哦 点燃它之后呢 就是你可以取一个 比如说像我们的蚊香罐啊 或者是一个铝罐啊这样子 就是比如你在户外露营的话 就这样的点燃就可以达到那个驱蚊的功效 哦 原来 所以其实我在戳的时候 它当然还会有这个咖啡的香气 对 其实主要这个驱蚊的最主要就是这个咖啡的香气 对 那我可以同时又再加艾酒啊这种 就你可以加艾草 那会不会那个咖啡的味道就会被抑制了 其实也不会的 因为你燃烧的时候 它释放出来的那个各种 就好像你艾酒的话 艾草它其实也是有那个驱蚊的功效的 都OK的 明白 OK 所以呢今天就交给大家这个 咖啡的这个制制驱蚊蚊香 其实也是挺方便的 而且大家可以发现到 所有的材料都非常的天然 是 好 我们再来温习一下 今天整的制作过程吧 这个蚊蚊 叫做我很好奇 我们可不可以自己制作很多很多 然后就把它收录 然后可能我就想要来驱蚊的时候 就点一点 可以啊 就平常如果说 像刚才我们知道嘛 就是进行那个户外活动的时候 或者是在公园的时候 其实你就准备几个这样子 然后在四周就是点燃它都OK的 或者是你去野外最近流行 比如说蚊蚊 录音等等 都可以点燃着这样子的一个蚊香 它会不会过期 或者可能它的那个作用力 没有这么大了 会不会这样子 其实OK的 就是你把它收在一个 就是蜜蜂的那个容器里面 这样它其实可以耐满久的 因为它是属于已经干燥了的东西 都有一定的那个保质器的 OK 所以因为它是晒干了嘛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也不需要担心说 这个咖啡它会发霉 是 不会有这种情况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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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所以只要它保持在一个 干燥的那个地方 那就可以收藏很多 其实海外还有厂家 就是把它量产的 这样子的蚊香都有了 真的喔 你看自己自制就可以了 对不对 所以今天仲舍呢 真的是教了我们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 自制蚊香的方法啦 大家都可以学起来咯 非常感谢仲舍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呢 我们有吴医师来教导我们呢 这些可以让助 帮助我们一些康复啊 补屑的一些汤饮 又有什么 我们稍后见 女席 终于 冲的 又 在舞'和 芸香地 发应 玉田 昨天 那张 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来到活力助家亮汤 那其实黑斑纹可能随时都会出现在我们的左右 所以千万不要小觑这个黑斑纹带来的杀伤力 那今天这个活力助家亮汤就要教大家 万一不小心得到这个骨头热症的话 在康复期应该喝什么汤呢 这个药膳 首先我们请出中医博士吴宇瑞 吴医师你好 大家好 是 那吴医师 对于那个骨头热症的康复者来说呢 就是应该喝怎么样的汤呢 补甚至呢 是 因为一般的话我们 就是说现在得到骨头热症 它会有一个后遗症嘛 所以这个后遗症的话 他们就是说 可能有些人会有一些不适的感觉 就是比较虚弱吗 对 虚弱也是其中一种 然后呢 还有骨头痠痛的这种后遗症 那有些人会拉得蛮长的 就是一两个月或是甚至半年都有的 对 因为我们现在医学 对于这种骨头热症的这种问题 现代医学上比较没办法处理 就是一般我们用知识疗法而已 然后呢 就让他们自己慢慢地康复 那问题是康复比较慢嘛 但是因为我们中医的话 对于这种骨头热症 我们是认为它是一种瘟疫 它是一种传染的那种瘟疫 就是透过蚊虫啊 蚊影啊什么这些来传播病毒的嘛 对不对 所以他们这个 就是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我们一般在我们中医来讲 它是热症 一种热症 对 一种热症 所以我们一般用中医药的汤药来治疗 就是用清热解毒的方式 把这一个热毒啊 把这一个清出去 了解 然后除了用汤药以外 我们还会有用在食疗方面 就是用药膳的方式来调理他们病后 就是说他们身体比较虚弱啊 还有一些后遗症的问题 这是补气啊 气血之类的吗 对 气血之类的 因为有些我们不是会发现到 有一些他们的补用热症 会有出血啊什么 对不对 包括血小板怎么样 血小板不够啊 对 气血不足嘛 补充那个血小板 对 所以今天我们准备了这一个汤药呢 就是来补他们的气血 或是调整他们的体力 恢复他们的抵抗力 用不症去血的方式来帮助他们 对对对 好 那一个药材方面呢 药材方面我们用一个西洋生 西洋生就是对 就是说它有一个清热润灶 还有身经止渴的一个作用 对对来补气蛮好的 它是属于凉的一个药物 那黄芪的话 它就是补气比较多 那对于体力的恢复啊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增强免疫力啊 它有一定的功效 对 那这一个呢 那三七的话就是说 它对这种补血 对 补血 然后让它气血循环好啊 然后也有一定的这一个 就是帮助免疫力的一个提升 是的 当归 当归就是我们常见就是补血药 对啊 对 所以血不够的话 我们就是用当归来做一个补血的一个 对 那寓主的话就是生经止渴 然后润灶 清热润灶这些 对 那常用的就红枣 就补血补气的 常用的 那今天我们用的是肌肉 对 那所有的东西就是我们 把肌肉先汆烫过了 对不对 然后所以就可以把 所有的药材 对 药材 药材 全部一个一个 先放进锅里面 对 那对于这个康复卷来说呢 应该喝几次这个药材汤 就是说它一个礼拜 可以服个一两次吧 可以 对 一个礼拜只喝一两次 对 不可以喝太多吗 对 就是慢慢地调理啦 身体就慢慢地调理 因为我们不是治疗嘛 如果喝太多会不会说 补血过多呢 一般 不会说补血过多 对对对 就是说 就是怕它们 因为它比较热嘛 所以就怕它们 吃多了会发热气 发热气 对 没有一点热气 可是我们这个不是要去热吗 对 但是它是属于温的还是 温补 一点温补的作用 所以还是有一点补的 一点补的作用 所以我们也不好 太补了 对对对 那这个药杉是适合 就是老少咸医吗 是就是 也不是就是说 比较会针对性一点点 就是说有一些 就是我们的一个 就是恢复期 就是在我们 普通热症过后的 一个恢复期 我们就用这个汤去 滋补一下 补一下气血 好 那我们刚刚讲的说 你要清了解毒 是在当下 它有一个症状的时候 我们现在把它清了解毒 也可以喝 对对对 对就是说 在过后 这个是过后才喝的 对病后的才喝 对对对 可是因为有一些患者 就是比方说老人 是 或者是小孩之类的 如果说它有气血 比较不足的 都可以是 是用于这个汤来补 对 孕妇啊 孕妇的话就 比较不建议 因为有当归的关系 对 当归还有那个 三七的 三七 它是活血 对 所以孕妇是要避免 当归跟三七嘛 是不是 是的 好 了解 那在我们包着这个药权的同时 不如我们也来看一下 这个康复骨血汤 所需的这个药材 还有不足 来重温一下 我们的附生活 墨不散更外畅 你知道有多优优的 就死了 虽然是 但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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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搭配這個 抗腹補血湯 是的 一般的話 你剛說抗腹補血湯 那其他的人 可不可以喝 其他如果你有氣血不足的 你耗氣比較多 或是說你的血比較不足的人 他也是可以喝的 所以不一定是說 給骨痛熱症的抗腹者 對 平時只要我們氣血不足 對 比如說如果是臉部暢白 暢白 對 氣血比較多 可以的 可以喝一點 就是那麼的簡單 這些藥材 是 這其實如果我要喝這個 比如說我在康復的期間 我是飯前還是飯後喝的 基本上我們就當作是 它是一個湯飲嘛 就是說我們在吃飯的時候 你習慣 你要飯前喝也可以 飯後喝也可以的 沒有特別的禁忌 那除了跟其他的 不可以吃油炸的食物 那這個湯有沒有說 要避忌一些食物 因為他們是香蔥的 一般上的話 因為我們就把它當作是一種食療 所以一般沒有太大的避忌 就是說 有的話要注意的就是說 有一些病人 他可能體質很超熱的 或是說他已經有發炎的狀況 紅腫熱痛的 那這些人就可能要避免去吃 喝這個東西 因為他有一點脂肪能作用 好的 非常感謝吳醫師 謝謝 謝謝吳醫師 好 我們接下來呢 就是遇到一下 明天的這個火力交戰的主題 那因為之前在4月3號的時候 大家有知道嗎 台灣花蓮發生了7.2級的地震 那因為日本和台灣都是比較 地震比較活躍的一個地方 所以當地的居民 確實是對這個地震的應對的方式 是有所認知 那在馬來西亞呢 其實之前也是有學者說 馬來西亞呢 也不再是零地震的國家 所以明天我們會跟專家 一起來探討這個地震如何自救 有什麼指南 這些呢都是我們必須要知道的 這個應對的措施 明天就好好來聊一下 那另外呢在節目之後呢 就會有Wow活力好過 不曉得今天會有什麼好康 可以介紹給大家 可是還有另外一個更好康的 等著你喔 就是下個星期 就是Wow Shop的8週內 沒錯啦 就是Wow Shop 8歲生日啦 那為了回饋給觀眾呢 陪了Wow呢 這個走過這8年的這個歲月 那從22號到26號呢 這個Wow Shop就會推出重磅 給你驚喜連連的這個好康 所以千萬不要錯過囉 好的今天的活力交戰就到這裡為止 我們明天再見囉 拜拜 近期來自德國的著名汽車品牌 Mercedes Benz Malaysia 在城內舉辦了一場名為 Luxury Let No Order的汽車展示會 邀請了各間媒體朋友出席 近距離參觀品牌旗下 最新系列的高端汽車 在此次的展示會上 重點展示了品牌最新推出的 最豪華的車型 Mercedes Maybach GLS 600 4Matic 這款汽車將 GLS的優勢 與Maybach的高度吸引力相互結合 成為奢華的典範 在外形上不僅科技感十足 還具有雙色車身 展現出極高的視覺吸引力 此外現場也展出了 Mercedes AMGS 63e Performance 以及其他的新款豪華汽車 供來賓們近距離了解 和體驗汽車的性能 隨著新車款的亮相 該品牌展示了其在汽車工藝 和創新領域的領先地位 成為其他項目的 出現任務的位置 剛好溫度的位置 再加上一層 旁邊的骨 再加上一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